上九天攔月 下烏洋桌 探索太空 也到海洋深处 寻找未来的记忆 中国首台自行设计 自主集成研制的 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诞生 现在我宣布 市场员出发 2012年 33岁的叶聪 驾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赴马里亚纳海沟 执行深潜的 马里亚纳海沟 升达11000米 是目前移植海洋的最深 叶聪是潜水器的设计师 为在实际操作环境中获得经验 提升设计水平 叶聪通过了119项考核 取得了潜航员学员的资格 以后他又通过几年的努力 终于成了一名潜航员 这样的付出 就是为了能到达那漆黑的深海 一开始就是很荒芜的 像沙漠一样 白白的沙子 好像什么都没有 你跑了很长的距离 可能会遇到 遇到一条鱼 他也觉得你很奇怪 他也不害怕 报告指挥部 焦龙号 成功下潜到 马里腰浪海沟 700020米深度 2012年6月 焦龙号顺利完成 7000米级载人深浅 科学家取回了 丰富的海底样本 焦龙号让中国跨入了 全球载人深浅期第一提堆 成为继美 法 俄和日本之后 第五个掌握大深度 载人深浅技术的国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到达终点 它只是中国海洋探索者 又一个起点 叶聪投入了中国第二台载人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的研发 深海勇士号的潜气 它是一个作业效果很好的一个潜气 从技术上 从设计上 国产部件的选择上 比以前的小型好很多了 深海勇士号的国产化率 超过了95% 完成了由集成创新 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 目前温度有多少 常来目前温度27.7度 这是深海勇士号最后的准备 潜水器在水池中 要完成深海作业的所有规范动作 一个好的潜气 你去研制它 去试验它 它有很多的点点音机 但是试验只是开始 2017年10月 高度国产化的深海勇士 在中国南海下水 经过28次密集下潜 成功完成4500米级的 载人下潜深度 有了交流号的基础 特别是有了现在 深海勇士号试验 体现出来它的这种性能 我们更有信心去实现 全寒深载然气温气 可以下潜到地球上 最深点的目标 海洋孕育了生命 海洋占地球生存空间的90% 资源丰富 有无限的奥秘 但人类对海洋的了解 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特别是海洋的6000米以下 人类难以到达 真正到过这种万米海沟的人数 比登上预求的人数还要少 2016年 叶聪担任万米载人潜水器 奋斗者号总设计师 它将是我国首台 完全自主研发的载人潜水器 它可以每秒钟超过一米的速度 也就是说通过三个小时可以到达万米的海底 这样我们能够保证在海底 有足够6个小时的作业的时间 并且在整个12个小时 能够实现下潜 作业和上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020年10月27日 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 成功下潜到1058米 创造了中国载人生前的新记录 五 四 三 二 2021年10月 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 正式投入常规科考应用 叶聪告诉我们 现在整个潜水器研发团队的工作重点 已从追求深度转向更多的应用场景 从最早蛟龙号立项到深海勇士号和今天的奋斗者号 叶聪参与了全过程 他埋手苦干 和中国深海探索事业一起成长进步 这是脱水临时 前航员从深海返回时一定要有的仪式 叶聪热爱这种痛快的你的感觉 这是挑战者在成功后的正常释放 是他们荣耀的时刻 从航天器到载人身前器 从大飞机到巨型炖钩机 国之重器是无数创新者 以匠心手出心 在一个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铸就的非凡梦想 现在这个时代 也是提早一个大众创新 如果完全把这个创新 都抛给这些科学家 抛给这些技术人员的话 它这个大众创新 也是不完整的一个创新 我认为大众创新 它就是涵盖整个社会的 各个层面的一个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洁动力 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秉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